这激动人心的一刻是多少老球迷脑海中仍温存的画面 当孙继海重返效力六个赛季的曼城主场时 迎来的是全场球迷的贺彩 可在2012年曼城以200万英镑的天价转会费 签约孙继海时曼城球迷曾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当时他们问了一位中国人怎么踢得上鹰桃联赛 并且怎么会值这么高的价钱 然而孙继海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球迷们的质疑 孙继海积极的防守卡位 连C罗都只能无奈的探手 孙继海在右路线不知疲惫的奔跑 在比赛临终前打入至关重要的一球 也是让所有球迷都沸腾起来 而孙继海最高光的时刻 当属只身长途奔袭60米 在自家球门门口将球解围的经典场面 这一脚解围让球队和球迷真正看到了孙继海的价值 孙继海在漫长效力的六个赛季里 总共代表球队参加比赛123场 打入三粒精彩进球送出五个绝妙助攻 凭借个人出色的表现征服了无数球迷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泰国 而这样的表现更是入选了英格兰独球名人堂 孙继海成为了第一位入选英超名人堂的华人 是当真无愧的中国骄傲 这一脚精彩的结尾不仅让漫长球迷为之疯狂 更是让中国球迷看到了希望 孙继海凭借年轻时的出色表现 俘获了大量球迷的芳心 球迷朋友们称 孙继海是中国独球最好的球员 甚至夸张地形容 有11个孙继海能让中国独球在亚洲称霸 可见球迷为之疯狂的程度 孙继海确实是中国足球难得一遇的天才 孙继海能四肢中后卫 边后卫 后腰等多个位置 其技术特点是体力充沛 边路往返能力极强 拼抢积极 斗主让胜 这种风格很受广大球迷的欢迎 虽然在漫长效力的六个赛季里 孙继海的进球和助攻并不算多 但他却被漫千漫长球迷称为中国太阳 靠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拼搏的意志 在2000年时 当时的信息还不像现在如此发达 大部分球迷要不是等个央视播出的体坛周报 要不是到报刊去买体育报纸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到孙继海更多的表现 这也成为了广大球迷们 半后闲谈的一段美好不意 而老一代球迷的记忆中 一定有存以孙继海那一脚精彩的解围 因为这一脚让世人见证了 什么叫永不延弃 什么叫中国速度 只能想到近期中国足坛里的大鱼 也是一条接一条的落网 在如此敏感时期 竟有人网传 孙继海和范志义同样被带走调查 难道中国足球最后的两道光也要泯灭了 其实不然 虽然足坛这次的反腐行动 牵扯的范围很广 打击的力度很大 但精者自清 国家不会抓错任何一个人 网上的传言都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因为孙继海和范志义 现在都是网络红人 无论是短视频 还是社交媒体上 都有上百万的粉丝 两人更新 动态也很频繁 而近年好几天 二人的动态都未更新 这不由让人们产生怀孕自信 而当传言愈演愈烈的时候 二人终于都出面鬼机谣言了 首先孙继海更新个人微博 称中国足球多事实节 做好自己 扎实清训 直接表明了 近期的自己依旧是忙于清训工作 万之一好闯的提气 更是直接开启了直播 与网友们做了当面澄清 让广大球迷们吃下一颗定心丸 因为这两位被大家称为 照亮绿营场光 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出事的人 好在目前 一切都只是谣言 而当足坛一场反复 扫飞活动结束后 一定会有更多 小松净海半之一一样的人 站出来 来为中国足球 点亮可前进的明灯